红海危机现在中东国家反倒是不吭声 到底为哪装 今天带你们快来看 嗨大家好我是志玉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最近在中东的红海危机 红海危机其实背后真的很有意思 所以今天志玉就要好好带大家来聊聊 到底中东这所谓的红海危机背后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我先从这个红海危机开始讲 红海当然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 这个旁边中东这个地方红海 哎呀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了 对不对 苏伊士运河也在这里 好了那以色列跟哈马斯打起来了之后呢 这个周边挺巴勒斯坦的国家 或者是挺巴勒斯坦的这些组织 一个一个跳出来 哦你欺负我的朋友 就跟你不共戴天 所以呢就刺你一下刺你一下 你看北边有这个黎巴嫩啊 南边就有叶门 那这一回呢在这个红海危机当中啊 主角就是叶门的胡塞组织 或者呢他正式的一个全名叫青年运动组织 好这个青年运动呢 他就是力挺巴勒斯坦 他就讲了哦你这个以色列可恶 你这个封锁加萨走廊 所以呢我就封锁你以色列旁边的红海 怎么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就不要封锁加萨走廊 我就不要封锁红海啊 好于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下 所以呢你就看到这个青年运动呢就不断的在红海骚扰了 只要有商船过 好你看最早最早那个11月911月19号 有一艘这个商船货轮他从红海经过 就被他用无人机攻击 然后攻击了之后呢 还把他船上船员通位给抓走通便人质 到现在还不放哦 然后呢你看到他就讲了这艘船 就是你们以色列的船 上面就是运了很多补给物资要去你以色列 所以我就攻击他 然后后来呢 接连哦好多船都被他攻击 然后被攻击的莫名其妙 想说我跟以色列又没有关系 可不可以打我啊 然后呢这个胡塞组织这个青年运动就说 你就是往这个红海去 往红海去 北边就是以色列 你就是分明要给我运东西去以色列 所以我就不放过你 好了那当然啦 你这个其他的货轮 哎呦人人自为是怎么样啦 哎呦好危险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 无人机就会降落来攻击我 我很怕哎 而且最重要的是 青年运动 他们有一个口号 他们有一个最高指导原则 我来念给大家听 他说这个青年运动的口号 他们的理念就是 美国去 以色列去 犹太人 盖 伊斯兰万岁 好所以这是他们的理念 他们在所有的旗帜当中 所有的这个墙壁都会写上这样的标语 所以你就非常理解 为什么他现在故意这样搞以色列 在红海当中肆虐啊 好那于是呢 现在大家很紧张 所有的船要经过这里都好紧张 你知道有多少船经过这里吗 苏伊士运河就在红海往北方的地方 苏伊士运河是一个全世界很重要很重要 你要说他最重要都可以 因为他是从亚洲到欧洲最快的一个路线啊 就从这里过 而且呢全世界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货柜量都从这里来 然后呢过去2022年的统计 一整年从苏伊士运河通过的货轮你知道多少吗 22000艘平均下来每天60艘的货轮从这里过 从这个红海经苏伊士运河到欧洲去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重要啊 好了那现在呢 每天在这个地方跟你无人息威胁啊 谁敢过 现在四大航商大家都暂停从这个路线过 往南去绕啊 绕好望角 然后再到欧洲 你知道多远吗 要多出10天至少10天的一个行程 然后要多花100万美元每一趟 所以这真是一个劳民伤财 但是呢这个青年运动就觉得 哼哼哼怎么样 那你就赶快不要欺负巴勒斯坦 我就不要在这个地方导弹 好了那你要这样导弹好 那怎么办呢 你知道谁最受影响 因为呢 现在你把这个红海封锁了 苏伊士运河不能过了 中东最惨什么 惨油嘛 所以很多的油啊 都是从这条红海 然后运到亚洲 所以呢 现在油价蹭蹭蹭又开始往上涨了 所以呢 你就看到了 油价涨了 运价也涨了 大家伤脑筋 所以美国出手了 美国啊 其实不仅仅是看到了 红海上的货轮被攻击 甚至连美国的军舰也被攻击 因为呢 这个军舰不是现在好多在红海要停以色列嘛 所以呢 也被这个无人机骚扰 所以呢 这个美国自己在那边打打打 很烦啊 所以呢 美国就说来来来一起来啦 他找了九个国家 现在一共是十国联军 他们一起要在红海组成一个巡逻的一个海军舰艇的部队 然后这个部队有个名字叫做繁荣守护行动 他找了九个国家 我来念给大家听 你听完这些国家 我再来告诉大家玄机在哪里 美国就不用讲了美国自己嘛 他找英国 巴林 加拿大 法国 荷兰 意大利 挪威 西塞尔 还有西班牙 好 这些国家通通加起来 他们要共同守护繁荣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组成一个联合舰队 他们要保护这些货轮 但问题是你说要保护 没有货轮相信你不好意思 所以现在货轮大家不要从这里过 因为他们说想起以前那个海盗很多的时候 也是说什么船要保护你啊 根本就屁蛋啦 没有在保护啦 因为呢你船过去了之后 哎你真的保护不来耶 你军舰哪有那么多艘 我刚刚讲一天60艘的船要过耶 你有60艘军舰联合巡逻吗 啊我走到这里 啊你还在这里等 你还要接下一艘船的时候 我在这里就就被攻击了啦 所以没人相信他现在没有人敢过 好然后呢还有以前这个海盗很多时候 他们还有一个办法 就所有的货轮大家集结一起过 让这个旁边的一个军舰一起保护 他们就说这样好像也不太对 所以呢你看到现在好 没有人相信这个所谓的繁荣守护行动 然后呢美国还跟中国喊话说 哎中国你跟夜门比较好 你拜托讲一下好不好 哎中国没什么要理他啦 然后但是呢我们刚讲了 念完那些国家你会觉得很奇妙 红海在哪里红海在中东里面 有没有中东国家 哎没有哎中东国家不想管呢 首先夜门啊长期内战 在这个地方他背后是伊朗在支持 这样的一个反叛势力 所以呢夜门对中东其他国家来讲 也是一个捣蛋鬼 所以呢这些像阿拉伯国家 像油国组织看到夜门也是 你很烦呢讨厌啊 你们打到什么时候 对于这个胡塞组织啊也是非常感冒的 然后中东国家呢 哎也是讨厌以色列的 所以呢现在哎我也讨厌以色列 哎我也讨厌夜门 哎那你们狗咬狗 不关我的事嘛 对不对 我就不关我的事 而且他们还突然间发现 挺不赖的耶 因为你封锁了红海 游出不去 现在油价开始涨了 油价涨 油国组织中东国家就最高兴 所以一来你们狗咬狗 嘿嘿我看了旁边看戏 我拍拍手 再来一个 哎油价涨了 我太开心 我脚也拍拍手 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啊 中东国家都不太想管 不想管你这个红海被无人机攻击 管我什么事啊 好那于是呢 你就看到了 现在呢 这个所谓的繁荣守护行动啊 十国联军要巡逻任务啊 这个胡塞组织讲了 他说哎你很奇怪耶 我这个是要这个打击以色列 那你们这些十国联军 就都挺以色列就对了 是不是 所以呢你们大家都是 侵略巴勒斯坦的凶手之一 好直接这样子讲他 然后呢再来你就看到伊朗在背后支持嘛 中东国家沙烏加拉伯这个沙特不想管嘛 等等等 好了那没人要管那怎么办 美国自己来嘛 你十国联军自己搞定 之前我们看美国怎么搞 每天都是在这个杀鸡用牛刀 大炮打小鸟 因为呢无人机一架啊 这个你看夜门的无人机 他也不是什么有钱国家 还是穷得要命啊 穷到要被鬼抓去的那种国家 好夜门呢 他就这个无人机 啊无人机伊朗给他的 伊朗的无人机多少钱啊 呃便宜的几百美金啦 贵一点的 厉害一点的两千美元啦 好了那飞飞飞 我去直接给你自杀攻击 撞你的货轮吓死你 好了那然后呢 美国怎么样拦截他无人机 美国之前说 哦我拦截了好几架无人机 他那个眼看要攻击货轮了 我赶快伸出援手 我去攻击了他的无人机 你知道美国军舰用什么攻击吗 大炮打小鸟 他用他的飞弹攻击 美国的飞弹 哦我的妈太厉害 一颗飞弹 两百万美元 刚我讲的无人机多少钱 两千美金 你说是不是大炮打小鸟 然后你美军还说 哦我打了好几架 我妈拜登要哭耶 拜登现在政府要关门就在没钱 你给我两百万美元 去打无人机你对还不对啊 然后美国军舰还呵呵呵你看我把他拦截下来 所以呢现在不行啦 美国说那我们要研发一些比较这个CP值高 性价比高的一些攻击方式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研发所谓的微波武器 微波武器呢直接让这个无人机瘫痪他 然后他们还要研发那种像一把干扰枪一样的 发射那个所谓的电磁脉冲 把那个无人机啊 让他跟他的遥控者失去联络 让他坠入海中 但是这些都还在研发 目前为止呢在红海 现在的美国军舰呢还是用飞弹的方式在击落无人机 这真是伤脑筋 好那无论如何啦 我们来看看燕门 那燕门呢他什么时候要驻守 其实燕门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喔 当年燕门呢他在很早期很早期的时候 他居然有本事盖起七层楼的一个高楼 所以呢其实燕门当地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世界文明古迹 那现在啊都已经破落的差不多 因为他不断的在内战当中 内战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感觉 很像群雄割据 各方势力各霸一方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刚讲所谓青年运动 这个胡塞组织喔 他不断的内战让这个地方很多人到危机 他还在说我要同情这个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人 你要不要先同情一下你们自己国家里头 你们自己国家里头也人到危机耶 好那这个燕门呢不断的战乱 然后他的人民饥荒各种各样的一个不人道 然后的一个状况在燕门发生喔 好了那到底燕门什么时候会驻守 真的不知道 因为背后呢大家说是伊朗在挺他 伊朗挺他干嘛 伊朗挺他一来我就是不给你这个以色列好过 然后呢我就跟你西方国家作对特别是美国 再来一个就是你在这个红海给我东导弹西导弹 油价涨了伊朗也开心伊朗也是个产油国啊 所以呢你看这伊朗在背后啊下指导棋 哇这一棋真是太厉害 让这个美国烦死了 然后呢搞得这个美国是不是通膨又感觉好像有点下不去 因为油价又上来 然后让你在这个地方分身乏术 你不是还要印太战略去牵制中国 就让你烦死在这个地方 然后叶门呢 哎我的青年运动就在前面跟你 哎这无人机 我这个也不花很多钱啊 而且呢你看我攻击了几次之后 最近没攻击了 你还不是吓得发抖 人家这个叶门青年组织说不定 哎坐在那个地方笑你美国还在联合 联合什么繁荣守护行动 嘿我就不攻击了 你就每天在那个地方花你的燃油钱吧 所以你就看到了最近这个中东这一局大起啊 明明是中东的红海在被捣蛋 结果中东国家反而在旁边隔岸关火 还开心的要命因为油价涨 然后呢搞得这些西方国家一个头八个大的 担心现在接近年底了 这个货运的时间又延迟了 万一运个衣服 本来很时尚的当季货 结果呢等到运到的时候 货运抵累都过季了 他说哈哈你们这些西方国家 你们就自己自食苦苦 所以你就看到了最近啊中东这个红海危机啊 不知道要延续到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来持续观察一下油价的变化 好这是今天带大家来看看这个红海危机 背后有一点点小阴谋的故事咯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回见拜拜